词曲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来到国风剧场 随着浪劫舞成风之夜的临近 节目组再度掀起了一场音乐风暴 这一次 观众和粉丝们都有机会参与到节目中来 为他们心仪的姐姐们选择表演曲目 众多期待已久的歌迷们涌入网络平台 为自己支持的歌曲投票助威 焦点落在了谢金燕身上 他因在之前的比赛中凭借惊人的演唱技巧和舞台魅力 赢得了无数粉丝的喜爱 而这次 他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选曲困境 双戒棍与骑士精神 这两首风格迥异的歌曲在投票中获得了同等的支持 让谢金燕面临艰难的选择 在节目组发起的拳王选曲征集活动中 双戒棍与骑士精神两首歌曲获得了众多网友的高度关注 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挑战与魅力 双戒棍以其独特的节奏和动感深受年轻人喜爱 而骑士精神则凭借深情的旋律和激昂的歌词触动了许多观众的心弦 双戒棍是周杰伦的经典之作 它的融合流行元素和东方武术的精神 极具挑战性 而骑士精神则是一首充满力量感的摇滚歌曲 能够展现演唱者无畏前行的决心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音乐风格都吸引了大批粉丝的支持 也引发了网上激烈的争论 我们要听燕姐唱出江湖气 一些激进的粉丝表示 双戒棍的独特韵律和情感深度非常适合谢金燕的独特气质 而且这首歌一定会让现场戏风爆棚 他们坚信不已地说 然而骑士精神的支持者也不甘示弱 这首歌可以完美展示燕姐的豪爽个性和高抗嗓音 它的演绎必将如同骑士般震撼人心 截至目前为止 这两首歌曲在投票中的支持率几乎持平 这也使得谢金燕陷入了选择困境 粉丝们分成了两个阵营 各自为心爱的歌曲距离力争 一方认为 双截棍能够展现谢金燕的活力与舞台爆发力 是他个人魅力的一次完美展示 另一方则认为 骑士精神更能凸显他的音乐深度和情感细腻 是一次震撼心灵的旅程 面对如此激烈的争论 谢金燕本人也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他的纠结 感谢大家的热情推荐 双截棍与骑士精神 每一首都让我心动不已 究竟会选择哪一首呢 期待你们更多的建议 让我们一起创造难忘的舞台 随着投票截止日期的逼近 双方的支持者都在尽最后的努力拉票 整个网络上弥漫着紧张而激动的氛围 究竟谢金燕会选择哪一首歌曲呢 答案将在即将举行的《浪解五城风之夜》中揭晓 不管最终结果如何 我们相信这位实力派歌手将会以他的歌声再次征服所有观众 这场选曲之争无疑增添了节目之外的趣味性 同时也让人更加期待谢金燕最终将如何抉择 无论结果如何 我们相信这位全能艺人将会以他的才华和努力 赋予这首歌曲全新的生命 敬请期待浪解《五城风之夜》的精彩内容 让我们一同期待谢金燕的选择 见证他在舞台上的又一次华丽绽放 在这段时间 要说最火的综艺节目 那必须得提一嘴浪解第五季了吧 实话实说 浪解这档综艺节目从来都不会让观众失望 每一季播出的热度和收视率都会非常高 毕竟只要芒果一出手 那效果就会非常炸 这已经成了一个意料之中的事情 本来浪解这档综艺自带的热度就是非常高的 再加上歌手的直播形式火了之后 浪解也玩了一个直播 可以说让节目的热度一下子就增加了不少 看完这个操作之后 我不得不说芒果做综艺是懂举一反三的 现在只是结束了三次公演 就已经淘汰了十位姐姐了 关键是还有三位外国姐姐退赛了 一共加起来都走了十三位了 已经超过三分之一了 确实让人有心一难评 毕竟有些姐姐的表现确实不错 在最新一期的节目中 四公的组队选取开始了 而且还一下子冲上了好几条热搜 相信大家也看到了 那就是和杰和尚文杰之间的矛盾 其实这件事情很简单 那就是分次的过程中 和杰想要和尚文杰唱呼呼呼 尚文杰却想要和郭碧婷合唱呼呼呼 他觉得他们两个的音色比较适合 于是和杰就生气了 和杰和尚文杰之间的矛盾到底谁对谁错 观众可以说支持谁的都有 我倒是觉得都没啥问题 站在尚文杰的角度 他是从声音的契合度上来考虑的 绝对是在用专业的眼光对待这件事 站在和杰的角度 他是从这个秀的整体观感来考虑的 那也是从专业角度来讨论的 说白了 尚文杰和和杰两个人都是从专业角度来探讨这件事的 如果硬要说有什么问题的话 那就是尚文杰没有考虑过郭碧婷和其他人的组合也可以 何杰没有平心静气讨论这件事 除此之外 两个人没有任何问题 都是为了舞台的最终呈现效果而努力 这次咱们不讨论何杰和尚文杰谁对谁错的问题 咱们来聊一下两人发生矛盾的时候队员们的反应 从何杰生气来看队员为人 一人败好感 两人情伤高 一人太尴尬 第一 朱丹 在这次的事件中 朱丹真的是太败好感了 当何杰对尚文杰生气的时候 朱丹居然帮助解释说尚文杰不是那个意思 只是单纯觉得国比挺音色合适 是从专业角度说的 实话实说 朱丹这种操作看起来好像是在劝架 实则是在拉偏价 因为他是在帮尚文杰说话 从几期节目来看 大家都知道朱丹和尚文杰关系好 但这是团队 当队伍中的两人发生矛盾的时候 这样的行为简直就是在拱火 如果要是没有朱丹的拱火 我觉得何杰有可能还不会背包离开呢 对于朱丹 我真的只想说 姐姐你是真不会说话啊 明明是想要劝架 结果却成了一个拱火的 真的是不如不说啊 一二 柳妍 比起朱丹来说 柳妍的情商就高多了 因为全程她都没有说话 在这个团队中 要说谁跟何杰的关系最好 那必须得是柳妍了 这一点从前面节目中的真人秀部分可以看得出来 两个人是几十年的好朋友了 何杰和尚文杰两个人发生冲突 朱丹作为尚文杰的好朋友都帮羌了 但何杰的好朋友柳妍却一直保持沉默 乍一看好像柳妍没有朱丹讲义气 但其实柳妍这才是最圈粉的表现 毕竟在这不是什么大事 让何杰和尚文杰两人自己解决就可以 况且还有萨鼎鼎这个队长在调解 柳妍要是帮羌的话必定会激化矛盾 第三 萨鼎鼎 在这件事情中 情伤最高的一个人就是萨鼎鼎了 在整个劝架的过程中大家也听到了 萨鼎鼎一直都没有偏向任何一方 而是一直都在端水 当尚文杰说从音色考虑的时候 萨鼎鼎表示理解 当何杰说从舞台观感来考虑的时候 萨鼎鼎也非常支持 当何杰对尚文杰发脾气的时候 萨鼎非常坚定地以自己的队长身份压住了何杰 在最后萨鼎鼎给出的解决办法是何杰和郭碧婷吵呼呼 实话实说 萨鼎鼎这个决定简直是太棒了 妥妥的端水大师啊 对于尚文杰来说 何杰和郭碧婷的组合跟他和郭碧婷组合合声效果一样 他没有任何意见 对于何杰来说 这个组合打破了一直都是尚文杰和郭碧婷组合的画面 达到了自己所想的舞台呈现效果 萨鼎鼎在这一趴的情商确实高 确实非常圈粉 但他这个队长也真的是太累了 第四 郭碧婷 在这件事情中 要说最尴尬的 那么过于郭碧婷了 对于郭碧婷来说 真的是他招水热水了 为什么和杰和尚文杰的矛盾是因他而起呢 从这一集开始到现在 相信大家也看到了 郭碧婷一直都是非常佛系的一个人 不管是当队长还是当队员 郭碧婷都是非常佛的 主打一个舒服随性 根本不在乎输赢 在这次的组队环节中 郭碧婷依然保持了他的佛系 可以说一点都没有变 当蔡文静对郭碧婷发出邀请的时候 郭碧婷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然而 郭碧婷前脚刚答应了蔡文静 后脚萨鼎提出邀请郭碧婷就又答应了 当然 并不是说郭碧婷在故意临阵倒戈 只是因为他太过佛系了 真的是跟谁都可以 甚至可以说他都不知道这些姐姐谁是哪个队 对于郭碧婷来说 真的是只想开开心心的过好每一天 至于在哪个组 真的无所谓 可是这次和杰和尚文静 却因为郭碧婷发生了矛盾 是问郭碧婷的有多尴尬 看到这样的情况之后 我觉得郭碧婷的心里都在想 我都无所谓自己唱哪一段 你们何必要为了我吵架呢 或者说你们吵架就吵架 能不能不要说是为了我呢 郭碧婷的佛系性格是真的很无所谓 也正是因为这样 在这次的矛盾中他也就最尴尬 大家觉得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